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12月12日 星期六 這節有John Connor 繼續跟大家說香港的時事 昨天因為有一點不舒服 所以全部節目都沒有參與 所以昨天 應該就聽不到我的聲音了 今天會聽到我的聲音 這節想跟大家說 青年新政的梁仲恆 就是 去了美國那裏尋求政治庇護 我認為 梁仲恆去美國 避開港共政權 是正確的決定 因為大家今天也知道 黎智英也是被再加控 勾結外國勢力的罪名 所以 這些似乎是 跟獨派很有關係的領袖人 領頭級的人物 例如梁仲恆 一直都被 中方視為香港港獨的 獨派領袖 他離開香港 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在詳細說這個新聞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有很多網友問我們 現在因為香港的國安法 還有太多 洗黑錢的打壓 還有太多 洗黑錢的打壓 其實我們現在 因為大家安全起見 只會留下PayPal 還有Patreon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們的Patreon 也因為YouTube說得明 逢是說拜登的視頻 如果你是說跟賄選 跟這個 欺詐有關的 跟選舉有關的 所有頻道 YouTube也會刪除 所以我們也相信YouTube 不是一個 徹底可靠 的一個平台 但是當然我們做了那麼久 當然會繼續在YouTube那裏繼續做 但是始終也是需要留下一個 後繼的平台 去做發導影片是有需要的 所以真的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們的Patreon 最低應該是$5美金 說回新聞內容 上個星期 青年新政的梁仲恆 有網上的消息指 他已經去了美國 當時的消息雖然未被證實 但是其實我們當時已經知道了 因為我們也有朋友知道 梁仲恆就去了美國 我們估計是他應該之前有簽證的 因為大家知道 去美國是需要申請簽證 如果沒有申請到美國簽證 就飛不了美國 上不了機 所以可能很多朋友 現在申請要去美國也有點困難 因為你要去美國領事館 那裏先做簽證 如果不在香港的朋友 可能在申請簽證方面就會有很大的困難 所以 雖然 很多朋友想去美國 但是美國就是要先解決簽證問題 而我們知道袁爸爸就有幫助朋友 替他們去申請和約見領事 這個也是一個好方法 因為如果 流亡了 或者不在香港的手足 想去美國 但是沒有渠道 因為可能不能回到香港去做簽證 根據美國的法例 其實要你在 原居的地方 領事館做簽證 所以是一個困難 所以 袁爸爸可以在這方面幫到手 我們說回新聞 梁仲恒今天正式接受蘋果日報的訪問 正式回覆 蘋果已經證實他在美國 正式宣布 要跟 青年新政的所有職務斷絕關係 他也 透過視像的回覆 他說要跟香港的家人也需要斷絕關係 大家可以想像到這是一個甚麼情況 這些年青人因為政治的迫害 政治的打壓 國安法 現在 要控告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 大家都知道 所有流亡的人不僅被逼 要離開香港的家園 還要被逼得要跟家人 斷絕關係 這個就是 現在 目前香港的情況 就是逼得你流亡不僅 還要跟家人斷絕親 怕你 去搞他的家人 要表明跟家人已經沒有關係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到底這個政權 有多邪惡呢 梁仲恒就承認他現在是在美國的華盛頓 他也會在當地尋求政治庇護 他預計自己也很難會有機會回香港 他也說 他會繼續做國際遊說的工作 包括要求美國 提供 這個所謂 Live Bowl 加大力度 制裁香港 為甚麼梁仲恒會被稱為獨派的領袖呢 其實有原因 包括他 包括他 有份創立的青年新政 港民族自決 亦就是 他在這個立法會的宣誓 2016年當選立法會 的時候 因為 因為 在這個立法會的宣誓裏面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 的一個 旗幟 也把China獨成 支拿 觸發了 整個DQ的風波 大家都知道 到最後 就是一個無情的打壓 再加上人大動用到人大 最早觸發了人大 動用到人大要宣佈他們的宣誓 無效 要把他們 梁仲恒兩個人的議員資格 褫奪 當時 其實 梁仲恒參選立法會 就是以 梁仲恒 後備方案的方法 出選新界東的立法會 所以大家知道 梁仲恒也是最早 以選舉的時候提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當時我也記得很清楚 這個新界東的補選 其實梁仲恒 是用這兩句口號 作為競選的口號 大家可能會忘記了 過了一段時間 說回梁仲恒的情況 他坐牢 九月份 大家也記得他入了監倉 他說他出來之後 其實一直被 被監視 他說他出獄之後 其實有十多個 好像是便衣的人 就從勵枝角收押索出來 就已經開始監視著他 同一群人不時都在他住的地方等待他 甚至乎這些便衣警察還跟他去 海宜商場買東西 人生安全受到很重大的威脅 他也在視像的視頻裏面透露 他在商場裏面 在每一層他也會進去店舖買東西 但是每一層 這些便衣警察也是會跟進去的 亦會跟到他回家樓下為止 所以他就覺得 他的人生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脅 一方面不知道這些是否純粹的便衣警 會不會有國安人員 如果被人跟得那麼緊 會不會再拘捕他 其他罪名呢 所以 他最終選擇離開香港 他也覺得自己很幸運 能夠成功離開香港 因為大家都記得 其實鍾翰林的情況也是被便衣和國安跟蹤 他當時不能夠離開香港 當他 到了金鐘花園道的時候 就被國安拘捕 落案要控告國安法 所以梁仲恒覺得自己能夠離開香港是幸運呢 其實也真的沒有說錯 梁仲恒也回覆 蘋果記者查詢的時候 問他對於 要流亡海外有甚麼看法呢 他也說自己有一個很大的掙扎 這件事我們也很明白 辛同感受 他說的每一句話我們都是辛同感受 你在這個地方長大 你在這個地方讀書 工作 所有的生活圈子都是香港 家人也是香港 他也相信每個香港人都是一樣 沒錯 每個香港人 都有很多東西在香港是放不下 但是面對著政治的迫害 黎智英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面對這樣的迫害法 是不是還可以 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已經不再是公民抗命的時代了 公民抗命的時代就是 我知道我們違法達義 犯了某一個法律 那個法律是不公義的 用一個違法的方法 最後可能是坐 那個監 然後導致其他人去覺醒 去對抗那種法例 這個叫公民抗命 其實香港現在面對 的情況已經是 一早超過了 公民抗命的情況 大家也記得烏克蘭 你當初打算用和平抗爭的時候 對付這個政權 這個政權就是用暴力 用武力去對付你 出動俄羅斯的軍隊 追擊手 就是 去 開槍射殺群衆 利比亞的情況也是一樣 當初抹理革命的時候 利比亞的群衆 其實發起的都是群衆運動 但是 大家看看新聞和歷史 利比亞 是瘋狂地用軍機 攻擊群衆 而我認為香港的情況也是 類似情況 已經一早已經過了 自從2014年 和平佔中 然後對方用暴力去清場的時候 其實大家看得很清楚 你用和平的方法 他是用武力去跟你對抗 最終中東 莫里花革命 演變成一場 真真正正的革命 大家可以看到 我亦相信因為梁仲恆 他始終是接受訪問 公開的 渠道說 我認為 可能有很多 他的想法不能夠真正去透露 他只能夠透露自己 在國際舞台上繼續為香港做些事 例如 就是會 繼續主張 美國 反制中國帝國主義 以及制裁中港的官員 他也說 自己可能會參與這個流亡香港人的影子議會計劃 不過我相信影子議會現在這一刻對香港真的未必是最重要 因為現在香港可能需要的不是影子議會 可能需要的是 香港人流亡 議會 好像維吾爾大會一樣 簡單來說 這已經是一個流亡政權 可能需要做的是這件事 我們也 不厭其煩 其實在這個節目 我們認為這個做節目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教育香港人 或是教育好像很難聽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把 某一種看法灌輸出來 而我們認為 開始慢慢落地生根 開始越來越多朋友接受 面對這個瘋狂的政權的打壓 不再是用過往 用所謂左膠的方式 舉牌 和平示威出來公民抗命 接著我要坐黑牢 令群眾覺醒 群眾已經覺醒的時候 不需要再做令人覺醒的事了 其實你要做的 是強硬地跟這個政權 的瘋狂行為對抗 我們也希望有一天 我們也可以去美國 去匯悟這些 流亡的朋友 去商討 香港的未來 應該怎麼走下去 接下來 我們只要在英國這邊 稍微結束了這些問題 我們就會這樣做 對於國安法 大家不用說了 國安法已經成為 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基本上他只要中意就可以控告你 是不是還要害怕他呢 正確來說不是害怕 正確來說是無可避免 基本上你做任何事情 他也會說你干犯國安法 所以香港人基本上是避無可避 現在我們基本上 是必須一戰的 這節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拜拜 拜拜